李主席 主席 李部長還有我們與會 各位委員同仁 還有 許董事長 我們與會的各位練習官員 是不是請 那個財政部李部長 李部長請 來林委員早 李部長早 李部長 是 我想 當前天我們前衛生署這個楊署長啊 在一項這個研討會上面 那當然這個他有特別提到 而且還重砲這個轟財政部啊 那指責國內啊 稅制爭不到有錢人的稅 還拖累了倦寶改革 還說再拖二十年啊 國家就沒有救了 甚至於啊李部長 他還說齁這個李部長是最爛的官員 那我認為說我們在座齁 今天與會有四位這個委員啊 在內閣改組的時候 我們都是支持李部長 讓你能夠留任 那當然相對啊 這個楊前署長要是有這樣的一個看法 那我們這些委員啊相對也是 給間接打到一個耳光啊 那我認為說站在李部長 您的立場 您應該把它說清楚講明白 那到底 因為李部長當然你有你的一個想法 跟你的一個看法 應該在這裡把它講出 講得清清楚楚的 我想非常謝謝委員的指教 基本上講任何個人的言論啊 基本上 沒辦法與以回應 但是每個人自己講的話 他自己要負責 是對是錯 我想社會有公平 這是第一點 我絕對不會跟他打口水戰 第一點 第二點 健保法的修正啊 我想委員都非常的清楚 它是經過行政院 立法院的審議的一個結果 完全要怪財政部 尤其怪我個人 尤其怪財政部全部 我想這個是不公平的啦 是不公平的 那健保費的修正 它裡面的內容非常的複雜 很簡單一個概念 我想各位委員都知道 大家希望健保費漲嗎 當然不希望漲啊 即使真的要漲 要漲得合理跟可行 所以原來有些措施 做了必要的修正 讓它更可行 我想這是一件好事情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當然呢 這個提到稅制不公 那反過來講 怎麼才做公 那事實上講起來 這三年多來 我們財政部 所有同仁的努力之下 在財產稅 在所得稅 在消費稅 都做了很多很多的改革 當然也謝謝 尤其我們財委會 給我們很多的支持跟指教 在租稅的負擔來講 當然目前是比較低 是沒有錯 但是低是好是壞 可以做論斷 反過來講 大家常常會比 跟別的國家偏低了 但是各位要看看 別的國家的 國民所得是多少 新加坡4萬6 租稅負擔13% 我們國民所得2萬出頭 租稅負擔11.9 還不是最低的 民國90年 90年更低 所以基本上講起來 從單單一個數字 做論斷 這是不對的 我這邊特別做說明 李部長 在整個眷保改革的過程裡面 是 這個 楊前署長跟您 有沒有 一些看法不一致 有一些嫌隙 基本上應該是不會啦 保全因為我們政府是一體的 在研議的過程之中 當然本於我們的執掌 本於我們的業務 做一些必要的建議 可不可行到最後 我想到最後 立法院做審議之後 當然做了必要的調整 我想這個調整一定是基於 全體國民的期待 合理可行之下做的決定 你要怪罪一個單位 或怪罪一個個人 我想這個是不公平的 那個 李部長 因為你有提說這個 健保跟租稅改革 是兩把事 確實事實上也是兩回事啊 在健保建制的時候 它是以費的概念 它是基於個人的所得 乘上一定的費率 來征收的 來 來 救援來征收的 所以說我認為像 這本來就是一個費的概念 那現在改成 當然他們的理想 是改成加戶所得 不是不可行 只是 方便性 實務上做的來做不來 我特別報告一下 為什麼稅跟費 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差異 費 救援扣費 一次解決 但是稅 我想尤其我們中和所得稅 非常的複雜 實類所得 每一類所得的定義計算 非常的複雜 要透過結算 申報 核算 核定 到退補 這個一下來 兩年多的時間 所以說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說當初在推動二代券保 是 的時候 那您跟那個 這個前署長楊智良 那時候就是 也沒有說結下糧子就對了 應該不會 因為我們都是政府的官員 為大家來服務 在行政的這個演義過程之中 我們一定本於我們的專業 提供我們的建言嘛 提供我們的建言 所以說我認為在這方面 應該就是要講清楚 是沒有錯沒有錯 這個 以讓社會大眾 大家瞭解說 到底 為什麼楊智良 楊前署長 有這樣的一個看法 是 那個部長 我想國有財產局 月初 在有三筆土地 的地上權 這個投標 那 在投標過程很冷清 這個黃仲業 則認為說 現在整個大環境是不明的 而且地上權有 開花時間的這個壓力 而且 很多銀行啊 也不願意承代 那請問明年景氣 痾狀況 如果趨緩 那是不是 整個黃氏狀況 會更冷清 我想這個分兩個層面 來報告 第一個 國有的土地 說真的是全國國民所持有 那我們願意有個政策 盡量大面積的土地不要出售 因為出售以後買不回來 要花錢 不太好 所以我們盡量保留土地 大面積的 那保留下來 不能夠空在那邊啊 閒在那邊 所以我們必須想各種的方法 來開發利用 那我目前是透過設定地上權的BOT 或是參與地方的都市更新 或是跟地方政府的聯合合作等等等各種的方式 那最近因為整個房市狀況 供需的問題等等等 當然我們有些個案的這個標設定地上權 沒有能夠獲得拖標 當然這是必須做來後續再來做檢討整個標的內容 地段價格都可以做探討 目的就是要把土地有效的開發利用 來創造更多的商機 來培養更多的稅源 那個李部長 那您認為在這個被炒作的這些房價 在短期因為景氣趨緩 那應該是會不會回歸基本面 這還是要謝謝委員會 我們尤其特效稅的這個通過 第一個我們先回到我們的政策目的 當時的情境 有一部分的地區地段被炒作烘台 造成物價的波動 給國人非常不好的這個印象 所以政府必須採行一些對策 那行政院正義於這一點 我們有個健全房市方案 裡面從土地的供需 融資的服務 租稅的措施 甚至社會福利的措施 六大策略二十幾小項 那我們財政部基於租稅的方法 對於特殊地段短期移轉非自住的 給它加增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 目的是抑制那個不正常的 我想各位可以了解 根據這一段時間 房市的這些交易的情形 量的變化 所以真的應該是達到一些政策目的了 是啊 那個部長 我想這個我們今天的招委 這個賴斯堡委員 有提案修法 就是限制政府機關 標售國有土地 規定國有土地 非經專業核准 以不標售為原則 是沒有錯 希望嚇阻啊 這些養地 齁而且 土地的這個歪風 那請問如果以 不標售為原則 那國產局要怎麼樣 來有效處分這些國有土地 是 就是剛才我也報告了 大面積的土地 我們基本上是賣小 流大 齊齡的我們政府去經營去管理 非常是不經濟 所以那個很小很小的 盡量配合地方政府 合法的合併同意 這樣的一個機制 這個釋出給民間 那至於一定面積以上的 大的面積 當然希望留在政府的手裡面 等於替國人啊 保有這個財產嘛 那後續的開發 那方法非常非常的多 我個人的經驗也很多 BOT的啦 聯合開發的啦 都市更新的啦 地方合作的啦 甚至最簡單最簡單 也謝謝很多委員啦 幫忙跟支持 即使把它活化綠化 都是好事一裝啊 部長 不要張在那邊 我想 神技部齁 調查到去年為止 總計有142萬 是 42萬筆 非公有 國有土地 被占用 是 價值有差不多 八千零三十六億 而且也包括精華地段 那請問現在國有地 如果以 不標售為原則 那國有地 有什麼辦法 能夠 來做積極的管理 我想這點數字上 我先報告一下 我們國產局所管的 我記得沒有錯 大概是二十幾萬公頃 價值總額大概八千億啦 真正被占的 大概我記得沒有錯 大概就三十幾萬筆而已 不是一百四十幾萬筆 第一點 不管是占也好 因為占有分兩種 一種是舊的戰 累積多年的 另外一種是新的戰 那我們盡量去避免新戰 去處理 舊戰 這第一點 在過去多年說真的 我們國產同仁非常用心 積極地去清理這些東西 那盡量把它收回來 或是讓它的法律關係合理化 來租啊 來售啊 等等一系列的方法 去處理 部長 審計部表示這些被占用的土地 有的座落在都會 精華地帶 有的面積龐大 而且都被私人佔用 甚至於坐落在保護區 或山坡地的保育區 由於我 由於 國產局未有效處理 以至於 佔用人啊 這個他存著觀望的心理 那請問到目前為止 針對審計部調查的結果 財政部 這個 要回來 把這些 佔用的土地要做 怎麼處理 我想這點非常謝謝審計部的指教 把我們 讓我們更 業務更精進 報告一下 我記得沒錯的話 國產局 被這個金管的土地 雖然二十萬公頃 它真正裡面 在都市裡面的商業區 可供建築了 大概只有八千多公頃 那這裡面一部分被占 但我們也了解是個案去處理 所以這個每一件案子都要列管做後續 一些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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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相關 佔用清理的動作 收回來之後 當然盡量來做開發利用 的一個方式來處理 我希望說在這方面齁 就是要做積極的去要求 一定要的謝謝 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